新竹市 这是今天的民调 三水民调公司 7月5号到7号完成的委托民调 沈慧宏24.2 林庚人是24.6 然后高宏安 因为高宏安虽然还没有表态 但是他有把它视为假想敌 高宏安是18.5 那秋显制就比较低 大概只有秋显制从10.6滑到5.8 因为他最近比较没有升量 所以这样看 而且我跟你讲最恐怖的是 最近国民党不是一直打林志坚的论文吗 林志坚的满意度还有72.3% 请注意他的民调是7月5号做的 你们王洪威开记者会就是7月5号开的 所以5号到7号这三天 应该是论文议题发酵最热的时候 就林志坚市政满意度还有72.3 而且不满意度只有18.4 不满意度超低 满意度超高 所以看起来新竹人对于林志坚的时政是非常满意的 那高宏安说有可能礼拜三宣布参选 所以 袁志 林跟人准备很久 而且新竹在地跟人很久了 对不对 这样子沈慧宏刚参选只差0.4 这样危险 我觉得国民党在新竹市这一战 本来就不是很好选 坦白说我们看上一次的市长选举 林志坚就赢得非常多 然后再往后看立委选举 立委选举虽然说是国民党的政策前选上 可能那时候也是好像三个候选人 三个候选人 然后其中有一个是时代力量 时代力量那个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但是他的票 他有分掉一点点范围的票 他票拿很高 他这样拿到7万还8万票 一位女性 一个女性 因为后来没出来 所以有当过时代力量的主席 那我忘记他名字 所以其实本来 我觉得国民党在新竹市的这个基本盘 本来就已经松动 很久以前新竹市在林郑哲时代 都还是国民党 后来就被民党拿去了 所以林根人如果要选上新竹市长 其实真的不是 我觉得有拼 那林根人是属于一种 比较在地型的政治人物 他是做了好几届的议员 然后是新竹市的议员在挺他 所以他必须要 我觉得他还是要去打一点空战 就是说要去诉求年轻的选民 那特别是高文安出来 那高文安出来 我认为他抢到的空气票还是会以蓝郡的居多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的一定很讨厌高文安 各位记不记得高文安曾经有唱过塔绿班之歌 你们想跟着唱 没有 怎么唱是 我会不会唱 差点要唱出来 我有点忘记旋律 对他唱塔绿班之歌 其实那时候民进党的人是对他很不满的 所以民进党是觉得高文安出来是信不太到民进 那如果他 民进党的人对高文安不满 那他跟沈慧雄如果两个对杠起来 那林庚人是被边缘化掉了 林庚人因为他主要是他还是有他的基本盘在 所以在怎么边缘我觉得还是可以撑住 但是光靠基本盘是没办法当选的 所以新竹没有气宝 不会有气宝 气宝就是说三个 气宝硬是要有一个前提 是有一个人是在太讨论厌了 我也怕他当选 所以会产生气宝 像刚刚那个宇潮讲的 赵绍康 陈水扁 黄阿周那一次的台北市场选举 因为那时候太激情了 非常激烈 我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投票权 但是我最后一天有去观察 那时候每个人拿一个旗子 有拿二号拿三号拿一号 然后站在地下道两边 只要二号下去的话 二号的这边就开始挥手 我后来没有再看过这么激情的选举 那为什么会那么激情 就是因为双方仇恨很大 建设还打架干嘛的 所以为了怕我很讨厌当选 我会去救那个 比较看起来会当选那个人 但我觉得新竹这个盘 坦白说 沈慧雄 林庚仁跟高宏安三个 都不是那种会让人家觉得真的很讨厌的人 就是我真的很怕你当选 然后所以我要去做气宝 其实我觉得在新竹这一站 气宝是比较不容易 台北比较会发生 台北比较会发生 那你觉得是气谁宝谁 那就看谁民调第三名 第三名就真的会 真的就是会很容易被气 所以会不会气宝跟选战热不热有关 所以刚刚晃哥一开始你开场的时候 也问过我说林家龙这个部分 我不是说我参赞林家龙 我是说我希望他来选 为什么我希望他来选 其实因为我们要选议员 我们要选议员我们最怕就是选情冷 我坦白说最怕选情冷 选情冷对谁有利呢 选情冷对于那种在地经营很多界 他有条纳卡有组织的人有利 因为他们的这些条纳卡组织 不会受到选情冷或热 来出来投票或不出来投票 就对我们这种比较稍微新的 因为我第一届 然后组织不是那么稳定的人 其实是有差的 热一点对我们来说比较好 那所以林家龙来我觉得 侯友宜比较有可能会打成热战 相较于罗志正或吴秉瑞 相较于林家龙 我觉得侯友宜会打热战 那打热战气势会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选战会好看 对小基也比较有帮助 所以跟国民党考机会讲一下 叶元智不是称赞林家龙 他是觉得林家龙来会打热战 简称也是要称赞 我今天就是要害叶元智